蓝忘机之前听他提醒聂一时就有所察觉 此时听他如此坦言 不由得心头一跳 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 魏公子此话何意 你分明不在那里 又如何和你有关 则吴君 很多事并不一定要亲力亲为 虽然说耳听为虚 但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魏无羡意有所指 见蓝西辰更加迷惑 又笑道 当然我说和我有关 也并非承认乱葬岗异动 就是我做的 其中牵扯颇深 若是你们想知道 不若换个地方聊 明示向来是镇压和度化凶灵的地方 可不适合聊天 蓝忘机直觉 他接下来要说的估计和那只鹿影有关 一行人转到去了雅市 蓝西辰还特意吩咐门声不许打扰 蓝起人坐在守卫 沉声道 魏英 你急说和你有关 又不是你做的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还算沉得住气 没被魏无羡开始那两句话绕的丧失理智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蓝老前辈可知 乱葬岗之前是什么地方 魏无羡态度还算恭敬 但也仅此而已 蓝起人不和他计较过往 他却无法忘记蓝忘机那一杯的戒鞭痕 三十三道终身不可抹去的耻辱 是蓝起人亲手赠予的 师山古战场 蓝起人不知他问这个的原因 沉吟片刻厚道 古籍所在 乱葬岗曾是古战场 因尸体堆积如山 后逐渐成为抛尸埋谷之地 乱葬岗也因此得名 可曾听闻福诸之名 魏无羡又问 莫然听见这个名字 蓝忘机灵光一闪 总算想起为何对那只四角鹿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开口道 终赐三经覆山之首 约熬岸之山 其阳多突伏之欲 其阴多者 黄金 神熏池居之 是长出美誉 北望和林 其壮如茜如举 有寿烟 其壮如白鹿而四角 名曰福诸 见则其意大水 他也是偶然从一本残疾中 见过福诸的描述 由于过于语焉不详 又时间久远 所以才一时没想起 魏无羡身上那只鹿影 竟是福诸这等 只在传说中存在的神物 饶是蓝启人 见多识广 也不免有未知的时候 蓝氏藏书 在仙门之中 算是最全面的 可他竟从未在 哪本书上见过此物 更遑论知晓 此时听蓝忘机张口而来 不由得有些诧异 与他同样惊诧的 还有蓝西辰 忘机 你是在哪本典籍上看的 为何我不知晓 蓝西辰纯粹好奇 他自问蓝氏藏书一本不辣 除非藏书阁里并没有记载 我曾在一本残疾上 见过关于福诸的记载 由于破损得太厉害 无法抄录 所以我知道的也不多 蓝忘机解释道 福诸神兽样子讨喜 外貌似白鹿 头顶有四脚 能知天下事 能预言未来 还通人言 传说福诸出现的地方 必会产生圣人 也有传说 福诸现世会带来水患 魏无羡也有点惊讶 没想到这世上除了鬼神志 还有别的古籍流传下来 福诸居于神山熬岸 那里山音多碧玉 山羊多黄金 福诸截然一身不染一尘 他走过的路 都铺着黄金和玉石 脚步粘土 每天用四只大脚 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 久而久之 他就变成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神兽 平时根本没人能看到他 总是隐没在山林和草丛之间 玉树穷花之上 只有到了月圆之夜才会现身 一身洁白的毛发 就像是月光一样纯净 魏无羡的声音如微风徐徐 柔和至极 此等神物当真存在吗 听完他的描述 拦起人等面面相取 许是看出他们的疑惑 魏无羡倾笑着娓娓道来 自然是存在过的 就和修仙之初星门派一样 也曾盛极一时 他的声音悠远 仿佛又看到了 那个湮灭在时光中的盛世 如今的乱藏岗 在那个时候 被世人称为神山熬岸 是天神熏池的居住地 传说熏池是美玉的化身 是以这座山 盛产各种珍稀奇特的 宝石美玉黄金 无论是熏池还是浮诸 他们所行之处 黄金为砖玉石铺地 熬岸山在世人眼里过于神秘 往往未知的诱惑 更令人心动 自然也吸引了 无数向往的目光 那个时候 灵气充沛宗门盛行 世人推崇强者为尊 自然免不了弱肉强食 弱者为了变强 强者为了更强 宗门为了更胜 于是有了争斗 也有了侵略 伤亡汇聚 便有了战争 圣者昌 败者亡 宗门之间如是 修仙者之间亦如是 然而 人的欲望是无休止的 修仙者已经无法满足于 征服彼此宗门 最终一把名为贪欲的剑刃 指向了神秘的敖岸山 勋迟对世人大师所望 他因敖岸之美而来 却受世人贪欲所累 这位美欲之神最后弃了世人 也弃了这方天地 世人不知 他们被神抛弃 还在为了争夺 敖岸山的一切 硝烟四起 战火弥漫了整个世界 敖岸山作为主场 尸骨累累 堆积成山 旧时有云 时日久 污垢生 浮诸出 沧海流 世道浑浊不堪 浮诸应劫而现 劫白无瑕的四角白路 锁过之处 大水漫灌 浮诸之水责人而伤 越是为恶者 越是逃不过 世间沧海呼啸 彻底洗去尘世污浊 浮诸还了世间一片清净地 再次消失不见 昔日神山沦为尸山谷战场 宗门盛行的时代 也在那场战争中沦为过去 焉于尘埃 一个时代的湮灭 也代表着另一个时代的崛起 宗门衰败 世道混乱的同时 也象征着英才辈出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乱世 各路豪杰精彩亮相 莫非这就是摔门派 而新家族的始末 兰西沉道西一口气 不由打断了魏无羡 魏无羡轻叹着摇头 飞也 在此之前 还历经了一场浩劫 这场浩劫来自敖岸 世人种下的恶因 也在这时尝到了恶果 被厄运之神灵性的敖岸山 不复昔日的仙气飘渺 粘稠的血腥 腐烂的尸骨 和日渐浓厚的怨气 将这座神山彻底改变 如果说 以前敖岸是一尘不染的九天仙子 那么此时的他 就是被人推下地狱的人间恶魔 腐烂的恶臭渗入山脉 风化的白骨埋进土里 怨气如屈入骨 敖岸之灵无处可逃 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 肮脏夜以继日的玷污 直至他的美丽 和圣洁尸骨无存 终于 敖岸山枯萎了 应该说是与之比林的所有山脉 都在一夜之间荒芜了 敖岸山的山灵以恶魔之态现实 怨气如黑云罩顶 山上凶煞四面 入了魔的敖岸开始报复世人 他恨熏迟的残忍抛弃 更恨世人的贪婪无度 虽然浮诛之水 敌尽世间污浊 可世人夹住在他身上的肮脏 却无法洗去 突然爆发的怨气 令世人措手不及 各地纷纷涌出无数凶师邪煞作案 一时间惨无人道 怨气以惊人的速度侵略着世道 此消彼长 灵气日渐消退 世人慌了 他们赖以生存的灵气无法挽回 只能尽力消除邪碎驱逐怨气 后来 世间大能联手 和敖岸决一死战 这场正与邪的生死较量 最后以扶珠重新现世 贡献自身为代价 和敖岸同归于尽 永久镇压画上句号 鬼王岭也是在那一战中被波及 扶珠陨落之前 一鸣修士强行挽救一缕他的魂魄 名为魂珠 封印在鬼王岭 期望有朝一日 扶珠还能重获新生 鬼王岭的层层尽致 与其说是封印 不如说是保护 而领上鬼王 则是扶珠之魂的世代守护者 而后百年 灵气衰弱 怨气共存 修仙意图出现断层 这段历史也奄于时光 直至后来 世道重现曙光 修行之人再次崛起 温卯 兰安 僵持 等诸多豪杰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家族兴盛时期 家族之星由此展开 乱葬岗之名也因此而来 雅是难得静默 主要是作为听众的蓝氏书职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世间因果向来无对错 世人贪婪在前 这是因 熬岸报复在后 这是果 同样的 熬岸现世道于危难是因 被永久镇压 是果 而唯一为大义现身的扶珠 才是这场因果轮回中的无辜者 所谓修道修心 心不正则道不明 修行者 当戒贪嗔痴 爱欲恨 理当如此 只是真正能做到的 又有几人 几人不免唏嘘 如此看来 乱葬岗上的怨气再次暴动 岂不是说明 敖案即将冲破镇压 蓝锡尘说着 又想起魏无羡说和他有关 不由又问 魏公子 难不成扶珠也重新现世了 听完始末的蓝忘机总算明白 他身上为何会有扶珠之影了 之前他说在乱葬岗获得的传承 此时看来 就是来自于和敖案一起被镇压的扶珠